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突发》节目 今天的新闻非常精彩 首先,我们来看看爱尔兰最近的动作 爱尔兰加入挪威和西班牙的行列 承认巴勒斯坦国 这引发了一些评论员的热议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爱尔兰长期以来对以色列的敌意 甚至背后还有苏联意识形态的影响 这个话题真是让人忍不住想多了解一下呢 接下来,我们转向朱姆朗·马峰的最新消息 一名英国登山者和他的夏尔巴向导 在成功登顶后失踪 因为他们在下山途中从非常高的高度坠落 搜救行动因此被迫终止 这个月已有数百名登山者成功登顶 但也有四人丧生 这真是让人感到悲伤和担忧 最后,我们来看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新动态 在自由党全国大会上 特朗普遭遇了虚声和批评 但他依然幽默地面对 甚至承诺将在内阁中纳入自由党成员 这场大会真是充满了戏剧性 你们觉得特朗普能否赢得自由党的支持呢?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Telegraph 几十年来,爱尔兰对耶路撒冷充满敌意 如今,这个自诩为欧洲最进步领导层的国家 将其对以色列的厌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就在本周三,爱尔兰与挪威和西班牙一道 单方面承认了巴勒斯坦国 总理西蒙、哈里斯试图辩解 哈马斯不是巴勒斯坦人民 但这个恐怖组织却毫不掩饰地称赞 勇敢地抵抗通过 绑架、谋杀、肢解和强奸赢得了国际合法性 实际上,在没有一个可信的以色列安全计划的情况下 所谓的,两国解决方案不过是 为最终解决方案铺路 爱尔兰总统迈克尔·西金斯 对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 访问以色列表示愤怒 认为欧盟需要更好的外交表现 这种骨头般的爱尔兰 对以色列的敌视 源自冷战时期的进步激进化旅程 1940年代 爱尔兰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独立斗争 是其为反对帝国的英国的自觉斗争 然而,到60年代末 苏联的意识形态渗透和激进学者的兴起 导致了一种新的反殖民理论在左翼的传播 将以色列的犹太人 重新塑造成了亚利安帝国主义入侵者 这种荒谬的观念 只有在一个充满对以色列敌视的世界里 才会被认为可信 尼泊尔官员周日表示 无法搜索六天前在朱穆朗玛封顶失踪的英国登山者和他的夏尔巴向导 因为他们在下山途中从非常高的海拔坠落 到中国一侧的山体需要进一步协调才能组织搜索队伍 40岁的丹尼尔、保罗、帕特森和23岁的本地向导的帕斯、丹吉 在世界最高峰的中尼边界失踪 本登山季节自3月开始预计将在几天内结束 已有4名登山者死亡 去年18名登山者在攀登这座海拔8849米的危险山峰时死亡 珠峰东面的康雄面是中国控制的一侧搜索难度极大 本月数百名登山者在短暂的好天气窗口期成功登顶 尽管有200名登山者同时在封顶经验丰富的团队仍然能够有序前进 最近有人抱怨登山者过多导致山体拥挤和垃圾问题 91岁的康查夏尔巴曾表示登山许可证的数量应该减少 2023年春季攀登季节 共有667名登山者登顶带来了成千上万的支持人员 增加了垃圾和废物的生成 英国首相李希·苏纳克在周三宣布夏季选举时表示 通货膨胀已回到正常范围 经济正在转折点上 尽管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在4月份同比上涨2.3% 低于前一个月的3.2% 但由于工资增长强劲和潜在价格压力仍然存在 英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 NPC在6月会议上不太可能降息 由于7月没有NPC会议 最早的降息可能要等到8月 苏纳克决定提前选举 放弃等待到10月或11月的策略 主要是因为4月的通胀数据 尽管通胀率从2022年秋季的11.1%高峰大幅下降 但仍高于目标水平 工资在1月至3月期间同比增长6% 是两年多来的最快增速 食品通胀从3月的19.2%降至2.9% 但仍高于总体通胀率 核心通胀率不包括能源和食品价格 在4月仍高达3.9% 由于这些原因 NPC在6月会议上几乎没有降息的可能 苏纳克决定在7月4日提前选举 部分原因是担心夏季天气好转 会导致非法移民激增 使他阻止船只的承诺成空 此外邮局地平线丑闻和格伦菲尔塔火灾的最终报告 也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带来更多负面新闻 面对更多议员倒戈工党的可能性 苏纳克决定提前结束这个无效的议会 Telegraph报道 唐纳德、特朗普在华盛顿的自由党全国大会上演讲时 遭到了观众的多次虚声和侮辱 许多人对他的疫情政策 联邦赤字和政治记录表示不满 尽管有部分支持者高呼美国 美国 但特朗普面对这些公开的批评者显得不太自在 尤其是自由党人通常优先考虑小政府和个人自由 对他持怀疑态度 特朗普试图以幽默化解尴尬 提到自己面临的四项形式指控 并夸赞在场的自由斗士 但反而引来更多的反驳声音 尽管如此 特朗普仍试图拉拢这些选民 甚至承诺在内阁中包括一名自由党人 但这些承诺并未得到广泛认同 华盛顿邮报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IDF否认了哈马斯宣称 在加沙北部抓获IDF士兵的说法 哈马斯的军事发言人阿布·奥拜达声称 他们在贾巴利亚 伏击了以色列军队 并引爆隧道 造成士兵伤亡和被俘 并没有发生士兵被俘的事件 尽管如此 加沙地区的激烈战斗仍在继续 包括在拉法的冲突 国际法院以命令以色列立即停止其军事行动 但美国政府对此保持沉默 称这是未了消灭剩余的哈马斯部队 而进行的有限入侵 这场冲突已造成数万人死亡 并引发了全球范围的谴责 美联社报道 叙利亚西北部的难民营中 像鲁黛娜·萨利姆这样的家庭 正面临严重的生活困难 这个地区的大多数人依赖援助生存 但由于国际援助预算缩减 这些援助正在减少 叙利亚的内战已经进入第14年 数百万人被迫迁徙 经济状况恶化 联合国和国际业人道主义组织 正在为即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筹款会议做准备 但预计筹款金额将不足以满足需求 去年捐助者承诺了103亿美元的援助 但今年的情况更加严峻 联合国希望能够筹集超过40亿美元的救命援助 以支持叙利亚境内和邻国的数百万需要帮助的人 对于像鲁呆娜这样的家庭来说 这些援助是生死攸关的 CNN报道 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一个儿童医院 发生火灾 导致至少6名新生儿死亡 当地官员表示 火灾发生时 共有12名新生儿被救出 但其中6人不幸遇难 德里消防服务部门 接到报警后迅速派出9辆消防车前往现场进行救援 火灾始于临近建筑 目前具体原因尚未确定 消防部门的视频显示 火焰吞噬了医院的地面和上层楼层 这起悲剧让人回忆起 2021年在印度马哈拉斯特拉邦的医院火灾 当时有10名新生儿丧生 日本时报报道 台湾总统在北京对其就职演说进行军事演习后 星期天再次表示愿意与中国合作建立 相互理解和和解 总统赖清德于周一宣誓就职 中国随即在三天后启动了围绕台湾的军事演习 战斗机、海军舰艇和海警船只环绕台湾 直到星期五晚上结束 中国军事分析人士称 这次演习是为了练习夺取台湾 赖清德在面对中国的强硬态度下 依然坚持对话的立场 试图在紧张局势中寻找和平解决的途径 雅虎美国报道 俄罗斯军官在乌克兰阵亡后 她的遗孀柳德米拉的经历了 所有的抑郁阶段 最终决定设立心理支持服务 帮助其他军人遗孀应对失去亲人的痛苦 柳德米拉描述了得知丈夫去世时的震惊和痛苦 通过心理学家的帮助 她逐渐走出悲伤 她阅读了美国治疗师吉纳维福、戴维斯、金斯伯格的寡妇对寡妇一书 并决定成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 为军人遗孀提供免费心理支持 柳德米拉的目标 是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都能得到支持 她的服务帮助了许多像安娜这样的女性 安娜是一名音乐教师 在丈夫去年去世后 通过心理治疗 找到了继续生活的力量 柳德米拉形容她的客户 如同凤凰涅槃 从绝望中重生 飞向新的生活 Yahoo US报道 立陶宛在周日举行了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 面对邻国俄罗斯的威胁 该波罗的海国家将国防和安全置于优先位置 两位候选人都同意这个拥有280万人口的北约和欧盟成员国 应增加国防支出以应对潜在的威胁 现任总统 前银行家吉塔纳斯 脑赛达 Hitanas Nost 十大热门 预计将获得75%的选票 脑赛达在首轮投票中获得了44%的选票 而总理英格利达 希莫尼特 Ingreda Simonit 仅获得20% 尽管两位候选人在国防问题上意见一致 但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存在分歧 立陶宛与中国的关系因台湾问题而紧张 尤其是在2021年 维尔纽斯允许台湾以其名称 开设事实上的大使馆 激怒了北京 中国随后降级了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 并阻止其出口 脑赛达认为需要改变代表处的名称 而希莫尼特则反对这一做法 日本时报报道 随着中国、俄罗斯和朝鲜等邻国 增加高超音速武器和配备人工智能的无人机 日本自卫队面临越来越复杂的挑战 尽管日本以其强大的空防能力著称 但导弹和飞机技术的进步 如自主无人机群和低空飞行的不规则弹道导弹 使威胁变得更加多样化且复杂 更糟糕的是 这些武器的低成本量产 使得日本和驻日美军可能在军事冲突中 面临多次饱和攻击 可能会压垮其空防系统 面对这些新挑战 日本正在重新审视其空防策略 以确保国家安全 BBC报道 尽管特朗普的审判 充满了戏剧性和引人入胜的细节 但美国公众似乎对这场前总统的审判 表现出奇的冷漠 根据YouGov Yahoo News的最新民调 仅有16%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非常关注审判 尽管审判涉及特朗普与成人电影女演员 斯托米·丹尼尔斯·Stormie Daniels的 尴尬性遭遇 但大多数人对案件的兴趣寥寥 特朗普一直否认与丹尼尔斯发生性关系 并指责他的捏造故事 审判的核心在于2016年大选前 特朗普的律师迈克尔·科恩·麦克尔·科恩 支付丹尼尔斯13万美元封口费 以防止他的故事影响选举 尽管案件的法律基础复杂且争议不断 但特朗普的支持者 似乎并不在意这些指控 认为这是政治迫害的一部分 随着审判接近尾声 无论结果如何 特朗普都将利用这一案件 为其政治利益服务 《华盛顿邮报》报道 乌克兰东部的歌剧歌手尤里 伊瓦斯·克维奇 在俄罗斯入侵当天报名参军 尽管他失去了一条腿 但他重新找回了音乐的力量 成为了乌克兰文化部队的一员 这些文化部队成员 都是在战争前的专业音乐家 他们现在穿越乌克兰的前线 用音乐为士兵和民众 带来慰藉和希望 伊瓦斯·克维奇 在前线为战友们演唱 《欧索邮》这种音乐 不仅帮助他自己保持理智 也为其他士兵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 文化部队通过音乐传递情感和希望 成为了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的重要力量之一 BBC报道 乌克兰精英部队PK Banders 在哈尔科夫地区使用无人机 抵抗俄罗斯的进攻 这支部队由奥列克·桑德尔领导 原本是由志愿者组成的临时防卫队 现在已接受西方特种部队的训练 装备了大量无人机和炸弹 他们通过无人机对执行侦察和攻击任务 尽管面临电子战的干扰和信号阻塞 他们仍然取得了一些成功 迫使俄罗斯士兵隐藏 奥列克·桑德尔认为 要彻底击退俄罗斯 乌克兰需要巨大的西方支持 目前乌克兰的防守虽然有效 但仍然需要更多的长远支持 来维持战线和最终取得胜利 南华早报报道 法国网球公开赛将在周日拉开帷幕 那奥米、大阪和卡洛斯、阿尔卡拉斯 将成为首日的焦点 大阪在巴黎的表现一直不尽如人意 但他希望通过母亲的身份学到的经验 来提升自己的比赛状态 阿尔卡拉斯将在首轮对阵美国选手 JJ·沃尔夫 中国选手也将在早期比赛中亮相 包括张之珍和王亚凡等 大阪如果能击败意大利选手路西亚 布朗泽蒂将可能在下一轮面对头号种子 未免冠军一家斯维泰克 大阪表示 他正在逐渐适应宏图场的比赛节奏 并希望在今年的比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